好同学们看一下家庭生活好吧 来第一个什么叫意义跟重要性呢 看一下意义的家庭的意义 由婚姻血缘跟领养关系所构成的组织 也是社会上最基本单位 好那这句话就还蛮重要的哦 来婚姻血缘跟领养的关系 构成的组织也是社会上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家庭是社会上最基本的单位 好重要性家庭提供衣食的温饱之外呢 还有情感的慰藉 能够生活当中所接触最亲密的团体 又叫做初级团体 好最亲密的叫初级团体 好除了让你吃得饱 穿了暖钻呢 还有如果说生理上或清理上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跟妈妈跟爸爸怎样互相讨论 而满足叫情感上的慰藉 满足情感上的慰藉 好看一下第二个 家庭的价值观与道德素养 形成人格特质的一部分 是人格养成最关键的地方 人格养成最关键地方就是在哪边 在家庭 人家说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儿子会打洞 就是因为家庭会有一种潜移默化 让你去学习的地方 好第三个 家庭的教养 与孩子的品德息息相关 生教与严教是对孩子最积极的教育 请注意 生教跟严教都是很重要的 家中的父母要以身作折 但是也要严教生教两个都是同时 让病选是比较好的 好 好再来第一个 看一下清楚关系 第一个叫配偶 好 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对男女依法律规定成为夫妻 好 互相称为配偶 好 互相称为配偶 好 民法规定结婚的要件 公开的仪式及两个以上的证人之后呢 好 及两个以上证人 但是同学我们已经修改了 好 好 我们这边注明一下 好 好 假设今天你要结婚 在民法上的条件 男生跟女生 好 十字的部分 必须达到什么要件 好 结婚 我们写一个结来代表结婚的 订婚 我们就写一个定来代表 好 请中文回答一下 男生结婚要满几岁啦 18岁很好 女生结婚呢 必须实时上满16岁 答对了 男生订婚必须满17岁 女生订婚必须在15岁以上 好 那民法这些都是未满20岁 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才有效的哦 好 那再来我们从97年的5月23号之后呢 好 我们从结婚的仪式制现在全部改成什么制呢 改成登记制 只要两个人好跑去护证机关登记就有效 请注意那个机关哦 在各乡镇市区公所的护证机关 护证事务所登记 而且要期待两个以上证人 就是那个结婚证书 要由两个以上证人盖章 跑去登记才算有效 那登记之后呢 你跟你老公或是老婆 两个就是什么 就是亲属了 他们就是配偶的关心 就是亲属关心 好 那这个年龄要特别掌握一下 好 第二个 血亲 好 什么叫血亲呢 身上留着相同的血 简称血亲啊 好 血亲关系之亲属称为血亲 哪些呢 好 第一个 有分为自然血亲 好 有个自然的哦 好 那什么叫自然血亲呢 同一个祖先有自然血亲关系的亲属 又分为直系 又分为旁系血亲 好 第二个叫法定血亲 好 什么叫法定呢 法定的意思就是透过法律的方式来收养的关系 好 又称为宁治血亲 这个名字要注意一下哦 又称为宁治血亲 对 好 所以同学我们整理一下 清属会有两个 好 血亲 好 血亲会有两个东西 不要忘记了 一个叫做自然的血亲 好 注意 这个自然血亲又分成两种东西 一个叫直系的 好 一个叫做旁系的 好 那个叫血亲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叫做法定血亲 好 好 这个名字要注意一下 法定血亲 又叫做宁治血亲 好不好 拟治血亲 好 拟治血亲 好 那分成这两种血亲关系 好 要注意一下 好 拟治血亲 就是一般的收养的关系 收养就是你的拟治血亲 也是法定血亲 好 再来 直系血亲 好 我们在密码上为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就是说什么他是谁生或是生谁的假设你跟谁是你是谁生的爸爸妈妈是你的直系血亲好往上追溯爷爷奶奶也是直系血亲好 小父亲爱奶奶还有你的儿子女儿 还有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是你的直系血亲好直系哦往上追或是往下追溯都是直系血亲那庞系血亲呢什么叫庞系的部分呢好 同源非直系 你的兄弟姐妹 是你的庞系写亲 叔叔伯伯也是庞系写亲 叔伯阿姨舅舅 都是你的庞系写亲 很多很多 同源非直系的 都是庞系写亲 很多的 写亲分成直系 跟分成法定 自然分为直系跟庞系 两种他们都是因为 有相同血缘的关系 叫做直系或庞系 或叫做法定 这个叫血亲关系 那只有这个没有相同血缘 它是用收养的方式完成的 好 别忘记了 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姻亲呢 因为婚姻而发生的亲属关系 因为婚姻而发生的亲属关系 叫做姻亲 有结婚 有结婚叫姻亲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判断一下 哪些呢 第一个 他说叫做血亲的配偶 好第一个 血亲的配偶 第二个呢 叫做配偶的血亲 我这边才简称 我这边才简称配偶的血亲 第三个呢 好他叫做配偶的血亲 好 的配偶 好有这三个关系 一个叫血亲配偶 一个叫配偶的血亲 一个叫配偶的血亲 血亲的配偶 哪一些呢 哪一些呢 要注意一下 来血亲的配偶 好假设今天你的哥哥的配偶叫哥哥的老婆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嫂嫂大嫂就是你的姻亲 你的叔叔的老婆 就是你的血亲的配偶 对不对 叫做婶婶 婶婶 好 也是你的姻亲的关系 好 还有啊 你的姑姑的老公 姑姑是你的血亲吧 姑姑的配偶叫姑姑老公 叫做姑丈 好 姑丈 好 这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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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对不对 好多好多好多 对不对 好 我们举例一下这三个 好 那什么叫配偶的血亲 你今天是男生 你的老婆的爸爸妈妈 你要尊称他为岳父或者是岳母 是岳父岳母 你是女生 要叫你老公的爸爸妈妈 你老公是你的配偶 他的爸爸妈妈上场血亲 要叫他是公公 公公跟婆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称谓要注意一下 公公跟婆婆 好 再来 好配偶的血亲配偶 大概会会有两手 一个叫做 轴离 好 一个叫轴离 好 那一个叫做莲金 好 一个叫轴离 一个叫莲金 好 我们什么叫轴离呢 轴离就是兄弟之间老婆的称谓 叫做轴离 莲金 叫姐妹之间老婆的老公的称谓叫莲金 好 假设同学兄弟之间的姐妹是谁 好同学 你的妈妈跟谁是走里关系 妈妈跟你的婶婶 他们是走里的关系 好 为什么呢 妈妈的老公是你爸爸 婶婶的老公是你叔叔 所以爸爸跟叔叔两个是不是血亲呢 好 是不是那个叫做兄弟 叫兄弟之间老婆的称谓 还有一个叫做伯母 伯母的老公叫做伯父 伯父跟叔叔跟爸爸都是兄弟的关系 所以同学他们叫做兄弟之间老婆的称谓叫做轴离 好 同学你的爸爸跟谁 仪仗他们是莲金的关系 爸爸的老婆叫你妈妈 仪仗的老婆叫阿姨 妈妈跟阿姨两个是不是姐妹 她是姐妹之间老公的称谓叫莲金 好不好 好 那这些关系都是姻亲 因为婚姻所产生的亲属叫做姻亲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好 我们再复习 特别注意一下 好有一个人叫做亲家公跟亲家母有没有关系 亲家公跟亲家母对不对 如果说你老公这边跟老婆这边的爸爸跟妈妈两个之间在我们法律上是没有关系的 不要忘记他们是没有关系好在亲属上他不是配偶不是写亲也不是姻亲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好这个请同学不要忘记了好再来哦如果说季父跟后母有什么关系呢 季父跟后母是因为结婚关系他们也统称叫做姻亲 姻亲好不好 好那这些我们帮同学复习一下哪一个这些常常会考东西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好 好